委員長好 委員長好 委員長你好 今天我針對經濟部這邊的質詢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 就是我們知道去年工服法通過 那我們也知道這個農地 優良的農地 還有可能有一些完整的優良農地 裡面有比較少數的違法工廠 那現在越來越多的所謂的這種火災 看到這種空污 還有也會造成凝靜的這個土壤的污染 那甚至很多那個違法的工廠 也造成當地的地下水的品質是比較差的 那地下水很多像現在雲林彰化 高雄屏東很多地方還是喝地下水 所以現在經濟部有提出一個 這個基於環境保護跟安全考量 就是要一些不宜設立工廠的規範 要遷移到現在經濟部在規劃的產業園區 在這裡要請問議長 就是說我們 就是基於環境保護跟安全考量 是非常支持這樣子的政策 所以請院長也 是不是能夠盡速讓這個規範來執行 謝謝委員關心跟指教 我們對於農地保護 對於整個台灣怎麼樣永續發展這個態度不變的 但政府對於怎麼樣子實際上 能夠有效的讓台灣這個經濟發展 農地保護這些都不是只有片面 所以在去年歸院通過的這個公服法 山土通過的公服法 我們都看到要面面俱到 那政府也會根據這個原則 依法 往這一方面來做 所以我們也請經濟部趕快來公告 來實施 那第二個我要提 那個3月20號已經公告了 是謝謝 那我們也希望這個 這麼好對我們未來土地的安全 地下水的安全 農地的保護 要趕快來實施 那再來就是 從2005年 2005年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就有提出這個行政院組織法 我們知道因應氣候片遷 水資源保育 環境污染防治 還有這個能源轉型的部分 如果能夠趕快通過行政院組織法 讓環境資源部 農業部 經濟能源部 能夠趕快成立 我想對整體的國土保護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看影片就是因為 這個目前這個氣候的這個變化急劇 土石流發生啊 或者是越來越多的這些環境的災難發生 所以是不是院長能夠加把勁 我們也知道你在這一次SARS 這個武漢肺炎疫情的這個表現非常好 民意也非常支持 是不是院長也趕快加把勁 好讓這個行政院組織法趕快送來立法院來審查 謝謝委員的肯定 其實行政院組織法相關的 譬如委員所特別關心的這個環境資源部 經濟能源部等等 這些在上次送請貴院 行政院送給貴院的相關法案中都有 是因為貴院也非常忙 所以藉其不適神 所以沒有完成 那現在以總統的證件 我們做於事實上 整個情況全盤在盤點後 那在行政院這邊再重新檢討 趕快送來立法院好嗎 完成後會送貴院審議 謝謝 那再來就是我要提到 隨土保持計畫 院長因為這個重大的開發案 有環評審查 還有都市計畫審查 或國土計畫審查 因為這個環評跟這個 都市計畫審查 或者是國土計畫審查 都有公開 資料都有公開 也有公開審查 但是到目前為止 這個隨土保持計畫 是沒有公開 資料沒有公開 也沒有公開審查 那我這裡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陽明山保鞭住這個案子 六支六這個案子 以及環評送的這個土石方 挖田土石方是24萬方 但是他的水保計畫 卻提出是58萬方 因為他資料沒有公開 所以就過了 那為了避免這樣子 好像有故意寫錯的這種 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有黑箱 所以這裡就是請 這個經濟部相關的農委會 這邊趕快來修改 相關的規範 能夠公開審查 也這個資訊公開 請農委會陳主委 感謝委員的關心 那這個部分 在經濟委員會也有 委員也有質詢 那我們的水保計畫裡面的 相關的資料 我們也當然都很樂意 要透明公開 那我們是不是先從 跟環評有關的 跟環評有關 先做 那我們先來做 那我想這個就可以避免 變成是環評那邊 審查通過跟水土保持計畫 通過在執行上的這個不一致 那我想這個都不會有問題 院長可不可以請農委會 這個會期趕快來提出來 請院長 我們可以其實我們可以直接在 只要有環評的 我們可以資料就隨時的 這樣的一個透明公開 這個本來就都不會有問題 三個月內可以來完成嗎 我們至於修法的部分 我們會回去再來盤點 謝謝 好再來我也是要說水 我知道這個議長啊 部長啊 主委我們都是從中南部出席來 我在台南也住了30年 因為這個油自來水公司的水質 會比較 我們中南部的水質 比這個翡翠水庫的水源區的這個水質 真的是差很多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翡翠水庫水源區它有設置這個水源特定區 也有管理局也有經費也有尋守也有管理 但是現在廣大的其他的自來水保護區 是沒有這樣子的尋守管理的機制 所以本行是 就是懇請那個行政院趕快 針對需要有尋守管理機制的地方 趕快來設置 然後包括像地下水 喝地下水地區的取水口 也來畫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 或者是保護區 那經費的部分呢 是可以研議用那個水源保育回饋費 或者是國土富裕基金 這兩個部分 然後包括可以提供原住民 或者是當地居民來協助尋守 然後管理 政府有效的管理 我想這樣對我們的水資源的保護 是可以達到很好的功能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 行政院可以來做 我跟委員報告 在經濟部方面 這邊已經 已經有定班了保護區 尋守這個作業注意事項 那地方政府跟保護區內的工手 都可以依規定 來申請這些費用來支援 那部長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就是 相關的法源或者是管理的法 法治化的這個部分 目前是還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然後尋守人力 目前也沒有預算的編列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 這樣我請我們賴市長 來給委員請教 那經濟部 拜託院長趕快讓經濟部來 讓我們其他縣市的水 喝的水 能夠不要比台北差太多 委員我對於委員重視這一個方面很肯定的 我個人也一直是非常注重台灣這個水源 水質以及飲水的這個權利 這些方面真的要很重視 因為水質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在院會裡面已經要求水利署 不但就這一方面大家完整的報告 如果這一方面還有破壞的 就對於水質或者這個水源地上面 怎麼樣子來爛挖爛啃等等 我會要求相關部位 特別來注重這一方面的保護 謝謝委員長 要把這地方報告 譬如說屏東有一個營養水取水口 就是大樹 就是說那個水是很好 泰山鄉 泰山那邊 然後因為他的 他沒有畫那個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 所以在五百公尺就蓋工廠 那居民就很很很抗議很多 所以這個希望就是這個問題就是希望說 如果能夠在這個取水口 地下水取水口能夠有做保護區的話 這樣對水源飲用水的保護是可以做更好的保護效果 這個委員如果對於什麼地方有特別破壞情狀 委員隨時讓我們相關部會知道 一定會非常的重視 謝謝 那再來我要說空汙的部分 因為現在就是中港有一個老舊的私飾煉焦爐 這個私飾煉焦爐因為污煉比較大 還比較老舊 譬如說它的煙囪已經老到說你根本沒有辦法爬上去去做那個空汙的良策 那因為很多年這個高雄附近這個環保團隊都有反空汙遊行 都有提出這個訴求 所以因為這個高位這個許可證就要告知了 所以現在是不是拜託經濟部就是中港這個私飾煉焦爐 這個私飾煉焦爐就是那時候台塑離越南的這個月剛就是私飾煉焦爐 就是讓空汙這樣就隨改干事 因為這是國營企業 我是說拜託議長 我們國營企業就是要帶頭做污染做好這個污染房子 不要讓我們的選民已經空汙這麼多年了到現在又去空汙 所以這個九月要到期這個私飾煉焦爐快檔 不要好它再運轉下去 這個我來了解一下之後我要來跟委員回報 好感謝拜託議長來注意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個事情對我們高雄屏東的空汙改善是很好的 因為你在空汙的時期去降載一點點是效果看不出來 這個污染是比較大的 好委員這對著時代進步 很多污染的東西民眾越來越不能接受 是啊 國營事業應該帶頭 對國營事業拜託 這我拜要求 好 還有最後一個就是那個 議長你也知道那個 桃園觀塘工業區 還有那個三階工程 就是要做天然氣階收站 這個土地 這個股權就是 最初是東頂公司 東頂公司現在賣給中華開發 中華開發就是國民黨的黨產 主要就是九十年左右那時候 國有財產署有把這個土地的所有權 就是賣給那個東頂公司 所以這個土地的取得是有一些爭議 我整幾天有把那個不當黨產委員會有表示說 環保團體有提出這個有涉及不當黨產 希望那個不當黨產委員會的調查 現在因為這個觀塘工業區 這個地方已經在施工了 是不是院長可以回應數十萬那個環保團體 還有關心的那個我們的人民的期待 就是先調查然後關塘工業港這邊先停工 這我來了解看 這不知道什麼樣的 因為委員長剛才跟我們說 他們沒有制度 所以如果有我請他們來了解看 情形是什麼樣的 對 因為這裡就是有七千年的藻礁 就是世界級的那個 那個珍貴的那個保育的那個動物在這邊 然後就是如果能夠保護下來 這個關塘這個天然氣三階工程 當然就是政府一定有一些替代的方案 希望院長能夠交代經濟部這邊 如果有替代的這種方案 能夠包括台北港或者是台中港這邊 能夠做其他的那個天然氣的管制 能夠到這裡 我想這個地方如果能夠停工撤銷 我想對民進黨對執政黨 絕對是一個正面的 那 委員你剛才在說的是不當膽產 那不是 這個土地是不當膽產 但是在這個土地上面 是要做天然氣的三階工程 以前在說這個地方 我好像以前不聽說不當膽產 你今天是成功還是說 這是不當膽產 還是不當膽產 我來請他們說到現在 不當膽產是什麼 因為以前比較少聽到這樣說 今天委員是先這樣說 我給相關了解看看 好 感謝 謝謝